大家好 以下下来的影片就适合于你现役还是女童军队员的会员 如果你是新会员的话 申请成为会员的教学片段 迟些就会上载 在现役会员 领袖会将你的电邮资料输入到他队伍的资料里面 如果电邮地址正确的话 现役的队员将会收到一封欢迎的电邮 在欢迎电邮里面就会有会员号码和第一次登入系统时使用的密码 回到女童军资讯管理系统的主页面登入 系统会立即要求用户更改你的密码 更改完密码之后 它会自动转到仪表板 图表和总表页面 在版面的右上方有几项功能 分别是更改密码 更改字形大小 和自己名字的按钮 这个按钮有什么用呢 将来你将来有机会做领袖或总监其他角色的时候 转换角色就是按下你的名字 然后转换角色就可以了 当然 转换角色之外 登出也是在这里按的 在会员文称的左手边 分别是一个轮轮 或者是一个信件型的图案 它主要是用于一些讯息提示 如果你有些讯息未看 甚至有什么提示的事项未完成 你按下这里 也可以看看你有什么未做的 基本上一登入系统 版面就是额表板 图表和总表 在左边的项目栏就是你现在会员这个角色可以使用的功能 留意不同的角色 有的功能都是不同的 在额表板的右边有一个大的日历 它就等于你网上报名系统的一个提示 你在上面报了什么活动 它都会在这里有记录的 在日历的左手边 你会见到建议活动和活动预告等等的栏目 它所有的栏目都会以最新收到消息的时间排次序 如果你想看完整的讯息的话 在下面按这个查看所有或者查看更多 就可以去到完整的页面了 去到日历的下面 你会见到有红绿黄 甚至是蓝色的几个栏目 它用来做些什么呢 它最主要是帮你计算你考的什么章 出席的什么活动 和获得什么仲会奖励 下一个部分就想讲讲这个个人档案的资料更新 和会员资讯系统的资料传续和应用 在左手边的项目 你会见到有一项叫档案及紧力 在新系统和运作之后 会员就可以自己更新自己会员的个人资料 一些个人的基本资料 联络资料 甚至私隐政策声明资料使用 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上自己修改 在隔离旅同分资讯 你会见到你申请成为会员的时候 选择的集会时间 还有在下面服务时数 你也可以输入服务中数 去计算 去到历程的部分 委任列表会显示成人会员在总会现任或过往的身份 而下面过往经验列表里面 现役的队员可以看自己在队伍里面的身份 以现在的身份为例 他是一个女同军队的会员 如果你遲些有机会做这个小队长 甚至乎你去到心之旅同军的时候 你是做执位的话 都可以在这里看回 现役的身份 他就会用使用中来代表 而过去的身份 就会用代用来显示 去到进程方面 所有考章和考取资格的进程 都会显示在档案及简历里面 系统就会用图表的形式去显示愈下进程 除了个人资料之外 在成就及资历里 你可以新增你的学历资料 去给系统做一个参考用 新系统投入运作后 愈下和女同军有关的资讯 就会从各下经网上报名系统报名的时候 自动计算 计算什么呢 其实之前我们也有提过 包括你参与了什么活动或者露营 和出席过什么课程 考过什么兴趣章 考过什么证书 资历 甚至总会奖行 都会在同样的方式 在系统上显示 现有的会员记录 将会在旧系统转移过去 大家都不用担心记录会遗失 在队伍的栏目 就会显示 各下现在是哪一队的队员 和宣试日期等等的资料 档案及简历的资料很重要 如果有任何错漏的话 对接下来要介绍的部分 就有相当大的影响 下一个部分会讲的 就是网上报名系统 和表格的栏目 片段就会在稍后的时间上载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